歡迎來到我的行銷大學堂 今天1月13號 原本 有 有一點那個是感覺到 沒有直播就感覺怪怪的 因為我 有時候我今年的直播形式可能要換一下 因為每天有時候直播的數值 有時候講的變成 朋友是說 會比較 不 有時候 我自己也感覺到精緻度沒有那麼多 有時候就變成我在講述一些 有時候會變成不是講的很 比較有 技術性的 有時候會 用一些實事議題的話 有些 同學如果要學的話 可能就感覺說 原來聽我的課程可能就比較 不 不一樣 所以我可能知道 唉 怎麼老是信號在這邊這麼糟糕啊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經驗就是在這邊受眾 就我們主要target 然後我們去把它分類 我說 我是年齡上的分類啊 性別上的分類啊 地區上的分類啊 職業性的分類啊 或習慣興趣上的分類啊 我們從我們Google裡面 在FB裡面去挑選這些相關的屬性出來 然後再把廣告投放給他 所以我們朋友是比較精準一點 那之後又有一種再行銷的模式 就是說 當這些人有來我們網站 然後經過網站的時候 他可能第一次沒買 或是經過網站來看一下 可是他可能還在參考其他議題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用一個再行銷的模式 怎樣 就針對他 看他可能來放 放了什麼東西 我們再把一些廣告投放給他 然後可以針對 再靜靜一點可以針對FB 裡面的一些相關訊息 由FB裡面提供我們一些資訊 來投放給他 或是由Google這邊來 用一些方式來投放給他 精準的方式來投放給他 然後去追蹤他 OK 可是 這裡真正的精準行銷還有一段路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怎樣 是讓 真的 分析到 這消費者是真的是喜歡我 我們不是來下扯的 我們再把廣告投放給他 而且我們廣告投放的過程中 是投放 有些使用者在我們頁面裡面 是經過哪些頁面 但是我們 我們一般現在的訊息 沒有辦法跟我們完成的去 說 Google也沒辦法跟我們完成的去 說哪一個人哪號人物 誰是到哪一個頁面 這要去另外去做 要去做第三方平台去做更更大的追蹤 用那種模式來最正確的去追蹤出來 所以現在又有一種就是更精準的說 我可以抓到每一個帳號到網站裡面做什麼事情 每個帳號都可以把它分析出來 然後我在這個帳號裡面 我精準的在什麼時間點投放什麼廣告給他 投放什麼商品給他 這叫精準行銷 所以都是AI這一塊 所以以後這些東西來做的話 就完蛋了呢 我就完蛋了呢 我可以在這邊工作嗎 為什麼 因為這都他們分析掉 我讀了這麼多書 用這麼經歷幹嘛 我今天很想睡覺了 今天真的很累 已經一個大小園了 所以 所以 變成是說 還有 這邊看到一個Ubens裡面 的 那個 廣告 的一篇文章 研究文章裡面講說 現在用AI裡面去分析出來消費者的一個取向 跟那個 那個未來的發展 還有 行銷商的策略模式的發展 的評估跟預測的話 他找了413位的專家 所謂行銷專家 專業者 然後 來跟他們這一台 這一台 ELEGEN 這一台 AI人工智慧的行銷 AI AI Marketing 這個機器 人工智慧機器 去做比賽 就比賽出來有80%啊 是這個ELEGEN 的策略 和精準都贏過這個 這413位 所謂的專家 如果說 我們這些做行銷的專家可能真的要失業啊 真的要失業 所以現在都要講的是 網站哪一個方向去 是你AI的方式嗎 那AI現在方式很多一個 現在比較長曝光的一個是台面下的網站的經營 那個是台面上的 台面上的什麼 什麼啊 聊天機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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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AI的 有一種 那這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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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